你何必再和他们掺和着 太子要继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范贤要自保 那也是他的事情 你只要不再理会 便能轻生而脱 这有什么不好的 骤然间 叶灵二似乎也觉着自己的话太急了一些 叹了一口气 放软声音说道 你不为别人考虑 也要想一想我 想想宫中的母亲 范贤说过一句话 会一步海阔天空 何乐而不问 又是范贤 二皇子听着这句话 忍不住笑着说道 那他为何不退 他退了他就要死 这是你说的 叶灵二毫不示弱地望着他的眼睛 可你若退 谁能把你如何 能把我如何 二皇子抿着那双薄薄的嘴唇 悠悠说道 我杀过范贤的人 他日后能放过我 太子即位能放过我 老三 谁知道他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叶灵二失望地沉默了 太子只是我们目前需要的一个招牌 二皇子闭着眼睛 嗅着扑面而来的和风 轻声说道 我们现在需要他的东宫名分 和祖母的支持 叶灵二知道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自己 不可能告诉自己 却依然从这句话里面听到了某种危险靠近的声音 忍不住在这大夏天里打了一个寒净 太子殿下不是蠢人 他怎么会猜不到长公主殿下的想法 他怎么会相信他 这就是姑母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怎样弥合当初的裂缝 怎样让太子与皇后完全相信姑母的诚意 这都与我无关 我只是需要等待着 二皇子轻声说着 缓缓睁开双眼望着和面 去年我就是没有忍住 所以给了反贤机会 现在我至少学会了借疾用人 我毕竟是父皇的儿子 不论事态怎么变化 我总有几分之一的机会 叶灵二失望地看着二皇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认为长公主最后还是会挑你继位 可是被人扶着上去 真的很有意思吗 不要说被人扶 就算被人牵又如何 父皇当年也是被一个女人扶着坐上了皇位 可是日后她仍然成为了千古一帝 只要坐上那把椅子 总有大事可为 因为娇州事变的问题 一直在陈元养老的陈萍萍 终于被皇帝的三道旨意赶回了京都 回到了那个方方正正 一片灰暗之色的建筑之中 就在监察院的那个阴暗密室之中 陈萍萍轻轻抚摸着膝上的羊毛毯子 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用威尖的声音说道 疲借今天很奇妙的没有在山里采药 反而坐在了陈萍萍的身边 嘶哑着声音说道 关键是宫里的问题 反贤又闹了这么一出 咱们的皇帝陛下是越来越喜欢他 可是宫里那些人却是越来越害怕他 哎 只怕是要提前了 太子是蠢货吗 当然 他确实是个蠢货 不然怎么又会和那个风里人搞得一起去了 长公主 风则风矣 手段还是有的 费借翻着那古怪颜色的眼瞳 盯着陈萍萍说道 嗯 再说了 这不是你安排的吗 王我还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个药出来 太子 胆子太小 咱们要帮助他一下 啊 这可真是抄家灭族的罪过呀 哎 我是顾家寡人 你老家还有一大帮子远房亲戚 你还是当心范贤过年回京 找你麻烦吧 给陈丫头配个药 结果配个绝肿药出来 范贤绝后 你看他怎么死去吧 哼 能把肺牢治好就不错了 他还想怎么的 还敢欺世灭祖不成 哼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最近他来的心里 一直怨气冲天 而且一直在问 你到哪里去了 费戒其实一直因为这件事情心里有愧 所以下意识里躲着自己最成器的弟子 听着这话不由愣了神 万赏以后说道 他不是收了个通房大丫头吗 再说还有海棠呢 圣女的身体应该不差 生个娃娃应该没问题 海棠多多 我是母鸡 你当心不要让天一道的人知道 你这个说法 费戒也懒得再理会他 直接问他 关于这次娇州的事情 你怎么看 怎么看 我把影子给了他 我把黑漆给了他 我把整个监察院给了他 哎呀 结果他却做了这么粗糙下等的作品来给我 范桐 陈平平忍不住摇了摇头 严冰云不在他的身边后 关于阴谋这种事情 范贤就成了范桐 我可真不知道 是他运气天生就比别人好 还是什么缘故 这事结果倒还不差 陈平平推着轮椅来到窗边 如以往这些年里的习惯那般 轻轻掀起黑布帘的一角 感受着外面的暑气 被厚厚的玻璃隔断着 他望着那处金黄色宫殿的眼角 半闭着无神的眼睛 将整个身子都缩进了轮椅之中 我让阎冰云过来 费戒听着这话并不吃惊 知道院长大人每逢要做大事之前 总是会先选择将后路安排好 不是他自己的后路 而是监察院的后路 密室外面传来轻轻的扣门声 陈平平听了一会儿 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 敲门的人还是那样的不激不躁 就心性而论 确实比范贤要适合多了 他用右手的手指 在轮椅的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 得到了许可 门外内人推门而入 不是旁人 正是如今的四处头目 先前陈平平还议论过的 闫冰云小闫公子 闫冰云被救回国已近一年 早已养好了当初落下的浑身伤痕 回复那副冰霜模样 将四处打理得井井有条 比当初他父亲闫若海在位时 如今的四处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一时间小闫公子 也成为了庆国朝廷里 隐隐重要的人物 只是监察院做的工作 一向不怎么能见光 所以闫冰云的知名度并不怎么高 但这并不影响 朝中知晓内晴的高官权贵们 拼着老命把自家的闺女往严府上送 先不论严冰云自己的权力 能力与相貌 单提他与范贤的良好关系 以及严府自身的爵位 这种女婿是谁都想要的 严冰云进屋以后 先向陈平平行了一礼 将最近这些日子 监察院的工作汇报了一番 如今陈平平在陈园养老 范贤又远在海边 监察院的日常工作 竟是这位年轻人在主持着 陈平平闭着眼睛听了半天 忽然开口问道 范贤事先有没有与你联系 严冰云摇摇头 时间太紧 院里只是负责把宫里的意思 传给提斯大人 具体怎么办理 二处来不及出方略 全是提斯大人一人主力 陈平平点点头 忽然笑了起来 你的婚事怎么办 你父亲牵些日子来陈园 向我讨主意 只是这件事情啊 并不好办 严冰云沉默了 沈大小姐的事情 院里这些长辈们都心知肚明 只是一直没有挑破 可是如今的婚事问题 却有来自宫里的意思 让他有些难 沈大小姐的事情 京都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这涉及到江南范贤做的那些事情中 所以一直遮掩的急言 就算日后这件事情被曝光 为了南庆与北齐的良好关系 严冰云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 将沈大小姐取进府中 先拖一下 这件事情 你去问一下亲王家那位的意思 让他帮忙拖一拖 亲王家那位自然就是大皇妃 那位自北齐远嫁而来的大公主 这位大公主自从嫁入南庆以后 温柔贤淑 颇有大家之风 很是得宫里太后的喜欢 与大皇子所受的歧视倒完全不一样 严冰云脸上依然平静 但内心深处却有一些小小的感动 老院长大人 只怕是连娇州的事都懒得管 却愿意为自己这样一个人的婚事出主意 这种对下属的关照 实在是 这话确实 最近几年中 宫里一共指了四门婚事 其中有两门婚事与范府有关 声声拐了八千个弯 闹出天下震惊的动静 营造出某种局势 却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妹妹 从止婚中逃疆出来 美美思及此事 便是陈萍萍也禁不住 对那个小子感到一丝佩服 真真是胡闹而倔强的人儿啊